好 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呢 因为这个领取了这个安亚专案当中的50万美元旅行支票 那么昨天被起诉了 今天呢他有什么样的回应呢 他是照常到了高雄去种田 对整个事情他是不想回应 来看目前的最新情况 请记者王岳芳来告诉我们 岳芳 现在画面上看到前国安会秘书长邱毅仁戴着斗笠 以前听见的田里忙着纵丝瓜 对于涉嫌侵占秘密外交款项案被起诉 你是有何回应来听听他的说法 是说你有那个乍兵习惯明星的部分 秘书长 简邦现在正式对你起诉 那现在有没有信息谁要回应 官司的部分是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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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记者的问话呢 邱毅仁还是都不回应 都相当低调 有邱毅仁呢 被依触犯参论最小力起诉 对于记者的问话呢 都相当低调 依旧在忙着自己中嫌的事 他私下透露呢 要等到收到起诉书才愿意 对外都不回应 这是目前这一情况 镜头上也彭磊主播 对于记者的说法 对于记者的听众 计划 这一场听众 感谢观看